哈喽大家好,我是麦奇喵 这期视频和大家分享这款蝴蝶装饰的勾芝 这款蝴蝶勾芝出来非常的立体 两侧都有相同的花纹 我们可以用它来做挂件和装饰 这次的勾芝我用的是3.5毫米的勾针和五股牛奶棉 接下来我们先从身体的部分开始勾芝 锁针起针 勾芝6针锁针 在倒数第一针锁针的针目勾芝一针引拔针 继续勾芝三针锁针作为起立针 在缓起的线圈先勾芝两针长针 继续勾芝四针锁针 在缓起的线圈继续勾芝三针长针 继续勾芝四针锁针 第一圈的编织规律是三针长针四针锁针 重复编织八组 在第一圈三针锁针的针目勾芝一针引拔针 接下来换线勾芝第二圈 在第一圈四针锁针的针目勾出毛线 勾芝三针锁针 在同一个针目继续勾芝四针长针 继续勾芝五针锁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勾芝五针长针 继续在接下来的锁针针目先勾芝五针长针 继续勾芝五针锁针 在同一个针目继续勾芝五针长针 第二圈在每一个锁针的针目勾芝五针长针 五针锁针五针长针 八组花样勾芝好之后 继续在三针锁针的针目勾芝一针引拔针 接下来换线开始勾芝第三圈 勾芝插入第二圈锁针的针目勾出毛线 勾芝三针锁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勾芝八针长针 八针长针勾芝好之后继续勾芝两针锁针 在同一个针目继续勾芝九针长针 继续在第二圈两组花样中间的针目勾芝一针短针 继续在下一个锁针针目 先勾芝九针长针 继续勾芝两针锁针 继续在同一个针目再勾芝九针长针 第二组花样勾芝好之后继续在两组花样中间的针目勾芝一针短针 接下来按照第二组花样的编织规律 继续在重复勾芝完剩余的六组花样 第三圈的八组花样勾芝好之后继续在第三针锁针的针目勾芝一针引拔针 断线将多余的线头隐藏 最后将圆形的画片在中心的位置对折 最后将勾芝15针锁针的线条捆绑在芝片的中心位置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